是 我想說一件事 剛才那個蔣先生 他第一句我已經很生氣的 說什麼 他說那些衝進去的人 是暴徒 但是我又會 相反去想回 我不是說中聯辦昨天說的東西 而是用這兩個字 這幫人不是為了 自己的利益的 他是為了他相信 這個投票是有造假的 是舞弊的 兩樣東西 無論在目的或者處境 都完全不同 在香港的衝擊 示威者的目的是 爭取民主 但是在美國的衝擊國會 那些部門 他們是阻擋了一個 民主程序的發生 這兩樣東西本身就已經完全相反 這兩樣東西本身就已經完全相反 但是現在有些聲音說 那些極左組織 假扮 沒有那麼黑豆浪普 其實很快已經可以 立即查得出來 那些聲稱假扮的短片 原來是幾個月之前拍下的 不是昨天的 然後一些最明顯的 昨天看到的人物 也全部查得出來 是明顯來自這個 右翼組織 OK OK 那你繼續 說回處境 我想有一件事很值得 去分辨 就是在香港 如果說回去年的情況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 是走投無路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 就是無論是議會 或者媒體 或者法院各方面 其實都已經是受到 很掌控的情況之下 你沒事可以做 但是美國的話 你看回它那個 就是由選舉結束之後 那麼所有事情其實都可以 在制度裡面去發生的 就是如果你有不滿的 那你就去這個 去查 那你可以去法院告 那 而事實上你看到 就算是共和黨 主導的州長 州務卿都跟你說 說是沒有 冒陪伐生 你有六十 連續六十一單的 這個官司是輸了 就是如果你這麼厲害的證據 你一早就贏了 那輸了六十一單 自己的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特朗普政府 自己的司法部長 都查完 都說沒有 就是所有事情都發生了 那你去到國會 國會都還有一個程序 給你做一個 最後的一個新變 那這個程序 你都要去阻擋 它發生的話 那就是 那個處境 跟香港實在太不同了 就是你不可以說 他們這些人 是這個 沒有其他選擇 一定要衝進去 這樣 有 現在 剛才我都看這個節目 有人出來承認 他們是收了錢的 是參加這次的 衝國會的 有人承認 那又有人被人拍到照 有些Antifa被人拍了照 就是對反幾次抗爭 你知道他們 Antifa那些 他們在城市那裡暴動 很多人都被人拍了照 那對得上好的 但是這個可以說是一個突發事件 但是對這個 I know you're pain I know you're hurt We had an election that was stolen from us But you have to go home now We have to have peace We have to have law and order We have to respect our great People in law and order It's not protest It's insurrection It's not protest It's not protest The It's not protest Good 感谢观看